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面几乎寸草不生 从远处看 这片光秃秃的区域很像是一只雄鸡的图案 和我国的版图有点相似 在云蒙山的西坡 有一个不过二三十厘米宽的凹洞 每到炎热的夏季 洞穴中就会冒出震着冷气 洞口的温度竟然要比室外低了二十多摄氏度 当地村民说除了这些神奇的现象 在云蒙山周边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上志乡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南部 距离省会沈阳大约350千米 上志乡的面积大约有58平方千米 大多为低山丘陵地貌 数百年来 每逢夏秋季节 上志乡的村民们都会跑到云蒙山上去抓蝎子 蝎子属于节肢动物 在我国广泛分布 其药用价值很高 因而抓蝎子卖给药商 成为了很多上志乡村民的副业 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村民们说云蒙山的东南北三面 都是蝎子遍布 唯独西坡没有蝎子出没 这个周边上 四外哪儿都有很多很多的蝎子 就在它在这个基地周边上没有 村民告诉记者 之所以在云蒙山的西坡上没有蝎子 是因为山坡上有一大片碎石 这片碎石从远处看 很像是一只雄鸡的图案 说过去有个女神在这个修行 说这些个图了 就是这个女神在修行的时候 这蝎子骚扰她 因为这个她设了一个图 就是金鸡 因为鸡她能够吃蝎子 就根据这个情况下留下这个图 村民的说法让摄制组感到十分疑惑 为了一探究竟 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 摄制组来到了云蒙山的西坡 只见这里碎石遍布 几乎没有植被 大家翻看每一块碎石 进行了仔细的查看 确实没有发现蝎子的踪迹 此时天色已晚 摄制组决定下山稍作调整 再到云蒙山的其他方面去看看 晚上 当摄制组准备再次出发时 带队的村民说 她要回家取一件秘密武器 我带这手电呢 那什么样 我的手电 您这是什么手电啊 看吗 这是什么 这就是锡的灯 你没有这玩意不中 记着看到 蝎子灯发出的光是蓝紫色 村民说 等到了山上 大家就能一股蝎子灯的神秘魔力 在村民的带领下 摄制组沿小路前往云蒙山的北坡 手电的光亮在野外显得微不足道 一路之上 记者感到脚下乱石遍布 忽高忽低 只能借助攀附路上的树木向上行进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 村民打开了蝎子灯 不一会儿的功夫 蝎子出现了 在哪儿呢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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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对看见了 在哪儿呢 在万师丛中记者看到 一只有三四厘米长的蝎子 在蝎子灯蓝紫色光线的照射下 风体呈现出淡绿色 原来蝎子的外壳 是由一层类似于指甲的 角质素组织构成 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 会发生强烈的反射作用 而蝎子灯其实就是紫外线灯 光亮所到之处 蝎子就明显的暴露在夜幕之下 两只 看见了吗 我看 几分钟的功夫 摄制组就看到了好几只蝎子 随后摄制组又前往了 云蒙山的东坡和南坡 也发现了大量的蝎子 经过这一番考察 摄制组验证了村民的说法 在云蒙山确实有大量蝎子生存 唯独在西坡 那片形似雄击图案的碎水壁带 没有蝎子生存 这是为什么呢 村民们用神话传说 对这一奇特现象做出了解释 但摄制组却认为 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于是 记者就这个现象请教了相关专家 进而找到了答案 原来 蝎子喜欢栖息在干湿湿度 长有杂草和灌木的地方 而云蒙山的西坡 由于遍布了大面积的碎石 几乎寸草不生 根本不适于蝎子生存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乱石山岗 为何会出现神话人物的石像 心犹灵柱 灵感又是否来自于这片神奇之地 奇怪的风洞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当我们的记者将云蒙山上的蝎子 为何出现奇特分布的原因 告诉给上市乡的村民的时候 当地的村民将信将疑 在他们看来 云蒙山就是神仙眷顾的地方 否则为什么山坡上会有 形似雄击的图案 在炎炎夏日 洞穴当中又为什么会吹出 寒气逼人的朗风 村民还告诉摄制组 他们认为上志乡在古时 就是一个神仙生活的先进 这种说法绝不是信口开河 而是有书为证 这本书就是中国古典名著 西游记 在上志乡的村民中 一直有一个说法 之所以在这片区域中 有很多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现象 是因为上志乡曾经是古典名著西游记中描写的先进 西游记应该是在我们这儿 在我们那块起源 在那块写的 我们这块是 三非常好 挺好 众所周知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生于江苏怀安 他以唐代僧任全藏从长安出发 取到新疆 经中亚地区 历经磨难 辗转到达印度取经的故事为蓝本 创作出了小说西游记 其中描述的西行之路 和地处辽宁省朝阳市的上志乡 没有任何的关联 那么村民们为何都说 西游记这部名著 是吴承恩参照上志乡的山山水水写作而成的呢 在向导老王的带领下 摄制组一行人来到了上志乡东部偏北 一个当地人叫做五行山的地方 这是一座海拔大约几百米的乱石山 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当老王对这一组组的乱石 逐一介绍时 摄制组才发现 在这片看似普通凌乱的石堆中 竟然暗藏玄机 是当前那个西游记里面呢 是唐城西天起星 路过的地方 这块就是乳来佛的手指手掌心 你从那个正面一看 正是一个乳来佛的一个左手 这就是咱乳来佛的手掌 看上面那个指纹和这个钻指纹非常形象 这个道拇指下面这个关节 都非常清晰可见 摄制组看到 这五块长方形的石头并排在一起 与下方一块大石组合起来的形状 确实和人的手掌有些相似 那就下面有如来佛吗 上面是那是如来佛祖 当年的四五空在五行山下压着就在这个山下面 记者顺着老王手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就在形如手掌的巨石上方 还有几块形状不一的乱石 其外形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人安详的端坐在那里 其中最上端的石块中间微微凸起 形似如来佛的逻辑 那么眼前这个有几块乱石组成的如来佛的手掌 到底有多大呢 摄制组决定爬到上面去看看 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那个如来佛 他所谓说的观景嘛 五个手指 这块是大掌心 我们就在掌心当中 当爬上这个石头手掌后 记者看到五个石头手指高高竖起 大家站在下面 现在十分哀想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西游记中 孙悟空将如来佛的手指 当成晴天柱的情景 老王告诉摄制组 在这片乱石山中 不仅有如来佛 还可以找到很多西游记中的人和故事 随后 摄制组跟随向导老王 先后看到了 面向西方头顶莲花帽的唐僧和沙盒 飘望远方的孙悟空 憨头憨脑的八戒 以及那神力无边的定海神针 这世上有一组形似如来佛手掌的石头 已经令人称奇 怎么还会有如此之多的石头 能够与西游记中的人物相对应呢 这让记者有些怀疑 这些石像是否为人工雕凿而成 为了验证这些石像 不是人类俯匹千凿而成 摄制组决令 到石头的最近处 看看上面是否有人工雕凿的痕迹 看看有没有刀匹腐杂的痕迹 好像没有 对一看 其实都是应该是那种大自然 风霜雨雪吹打过的一些裂痕 向导老王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有了这片神奇的五行山 数百年来 上志乡的村民都深信 西游记中的人物和仙境 就是吴承恩参照这座石山上的各种象形石 创作而成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东北小镇 花丛之地 为何会出现如此众多奇异现象 实地考察科学问证 又如何破解重重迷团 奇怪的翻动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在看过了五行山上各种象形石之后 这向导老王对这个设置所说 村民们之所以认为吴承恩写西游记的灵感 就来自于上志乡的五行山 第一是因为在这片石山当中 有很多与西游记中描述的人物相像的石头 第二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因为在历史上 朝阳市也曾经有过西行取经的僧人 村民们猜测 很有可能就是这位僧人 将这个上志乡传奇的山水地貌传扬了出去 给了吴承恩写作的灵感 那么在古代朝阳这里 真的有过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吗 世事组决定就此展开调查 地理中国设置组 找到了曾经在朝阳市负责宣传工作的王炳德 他向设置组介绍了他在多年前的一个发现 高僧传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到西方取经的高僧 发现了第一个是发险 第二个是谭吾杰 这个谭吾杰呢 查了一下他这个内容 介绍的是幽州黄龙人 就是我们这朝阳 黄龙就是朝阳 当时就是朝阳 在高僧传中记者看到 南北朝时期有位高僧谭吾杰 曾历尽艰辛西行取经 在时间上比玄奘早了大约二百年 王炳德说 正是有了这段史实 才让上志乡的百姓更加坚定地认为 是当年朝阳的高僧谭吾杰 把上志乡的山川地貌介绍了出去 也就此成为了吴承恩 创作西游记的重要素材 在社制组看来 吴承恩西游记的创作灵感 是否来源于上志乡的这片石山 无法考证 但是这里的人们热爱自己家乡的情感 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 塑造了上志乡这里的神奇地貌呢 2012年9月 地理中国设置组 邀请中国地质调查局高级工程师王宝良一起 再次来到上志乡 希望在地质专家的带领下 通过科考 揭开围绕着上志乡 诸多未解的自然谜团 考察队首先来到了云蒙山的碎石坡 王宝良采集了现场的一块岩石 仔细观察 1.3亿年 1.3亿年前的石头这是 对 火山岩 根据岩性和地形地貌 王宝良首先断定 这片既像雄击又似中国版图的碎石坡 绝不是人为制造 中国版图呢 是天然的 是由于崩塌造成的滑石堆 由于地形比较陡 所以呢 不容易形成这个积水 长植物 在对周边地区进行考察后 王宝良告诉记者 云蒙山上的岩石 是距今一亿三千多万年前的火山岩 它们在长期的构造运动和风化中 出现崩塌堆积 形成了滑坡 由于山坡的陡峭程度不一 较陡的地方无法存留雨水 因此几乎寸草不生 而较为平缓的地方 可以储存雨水 因此有植物生长 跟植物有关系 跟水有关系 跟小的地形有关系 实际上植物的 长的形态和分布范围 画出来这么一个中国版图 那么 云蒙山西坡上的 那个在炎炎夏日 能吹出冷气的风动 又有着怎样的奥秘呢 通过实地考察 王宝良认为 这个风动 同样是自然风化中 崩塌堆积形成 由于乱石之间空隙较大 四周通风 洞穴又一直身处地下 因而始终处于 一个低温状态 当冬季来临 冰雪就会 顺着乱石之间的缝隙 渗入洞穴深处 冻成一个大冰块 天气转暖后 洞内的冰雪开始融化 由于融化时 要吸收周围的热量 这就导致冰块附近 温度降低 再加上洞穴 通风效果好 因而洞口就会冷风不断 寒气逼人 这就像在炎热的夏天 如果我们的身边放一块冰 就会顿时觉得凉床很多 二者是同一原理 崩塌作用和崩塌形成的岩石堆积造成的一个洞 实际不用刻意的积累冷气 因为它是一个四周贯通的一个洞 空气流通 所以它造成的很凉快 那么在上至乡东北部的五行山 有为何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象形石堆呢 通过仔细考察 王宝良告诉记者 五行山的岩石 同样是一亿三千万年前的火山岩 而这片象形石 则属于火山岩造就的石林景观 通常情况下石林景观大多出现在南方 因为南方大多是实质较为松散的石灰岩 再加上风沛的降水等外力作用 容易形成这样奇特的地质景观 但在北方 尤其是火山岩形成的石林 却较为罕见 一般的火山岩的结构比较致密 所以容易形成这种石林的机会就少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 把上志祥五行山上的火山岩 打造成了较为罕见的石林呢 王宝良说 这是构造运动和风化作用共同的结果 岩浆上来的时候 结晶过程中造成的不均衡差异 然后再加上构造运动 抬升的时候造成的受力不均衡 垂直放射接力 水平接力都可以 都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 一风化 在王宝良的指点下 摄制组看到 在那个形态似如来佛手掌的石头上 清晰地显现着横向和竖向两组结理 原来 五行山上的这些火山岩 是岩浆在地表流淌时结晶而成 其内部成分并不均匀 在随后的构造运动中 这些火山岩上形成两个不同方向的结理 在雨雪风霜的流断侵蚀下 部分质地松软的岩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破碎崩塌 而质地坚硬的岩石则相对受损较小 如此一来 不同质地的岩石出现了不同的崩塌程度 这就最终形成了这些象形石 王宝良接着告诉记者 除去岩石的岩性特点 以及构造运动这一条件外 朝阳这里独特的气候环境 也是形成这些独特景观的重要因素 这点应该是半干旱的温带的这种气候 冬天这点最低温度可以到零下三十度 夏天这点最高温度可以到零上三十多度 王宝良介绍说 上至乡四季分明 温差较大 如此的天气条件 使得这一地区的岩石 长期处于热胀冷缩的状态中 这无疑也加速了他们的分化 形成了火山岩的石林景观 那么 同样在上至乡 同样经历了构造运动和分化 为什么云蒙山上的火山岩 却没有形成象形石 而是成了一片滑石堆呢 跟它的所在的部位不一样 所以那边形成的是 两组垂直结里 在云蒙山地区 它的结里的规则程度差一些 云蒙山一个火山通道 现在被暴露出来了 王宝良说 距离很近的云蒙山和五行山 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的地貌景观 是因为在火山爆发中 这两个地点恰好位于火山的不同位置 当时 云蒙山所在区域属于火山喷发的通道 岩浆在地表下流淌 冷却后形成了质地紧密 几乎没有杂质的火山岩 在后期的地质运动中 这些火山岩抬升至地表 形成了云蒙山 随后在外力作用下 山体出现了破碎崩塌 由于此处地势较陡 最终就形成了碎石滑坡 而处于碎石滑坡下方的风洞 就是山体在崩塌过程中形成的石洞 内部中空 外部则呈现碎石堆积的形态 而位于云蒙山东北部的五行山 则属于火山爆发时 岩浆在地表流淌的地区 由于这些岩浆含杂质较多 因而 当它们冷却后形成了火山岩 质地不均远 在后期地质运动作用下 岩石岩疏松处形成了两个方向的结底 在历经千百万年的风化 最终形成了这种极为罕见的火山岩石林景观 王老师说 上至乡不同的地貌景观 说明这里曾经历过规模不一 形式各异的火山噴发 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古火山运动的基地 在考察即将结束的时候 专家说 朝阳县的县制上所描述的那个神奇的无底巨洞 是当时撰写县制者亲眼所见 还是道听图说 现在已经无法考上了 其实通过这次考察 云蒙山会吹出冷气的风洞 是不是就是县制上所记载的那个洞穴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专家在上至乡发现了古火山口 还看到了罕见的火山岩石林地貌 众所周知 上至乡所在的朝阳市 曾经发现过大量的古生物化石遗迹 而这次对上至乡的考察 可以说是更加丰富了朝阳地区的地质遗迹内容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郑春 再见